歡迎收看樓市思見 我是主持人Kaley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 報167.25點 按週跌0.62% 在168點連續徘徊四週後 有首次回落 我們今天繼續有師生 也很高興邀請到中原研究部新任主管 高級聯席董事 楊銘儀小姐與我們一起聊聊 兩位你們好 我們每次節目開場時 都會先報一報中原城市零先指數CCL 去看看樓價最新的變動 沒有看過數字的變化 好像每次都不是很大 其實去到一些轉角位 那個小小的變動 都足以去看到樓價的未來走勢 今天剛巧CCL的負責人楊銘儀小姐就來到 我就曾經問多一點 CCL是1999年的時候推出 那麼久以來 八大成份屋苑有沒有什麼變動 當然有 其實已經是23年前 CCL是1999年推出 現在踏入第24個年頭 其實最初只有18個屋苑 其實在23年我們加了120個屋苑 我們說回中途 其實除了屋苑之外 我們也有很多衍生指數加了 譬如好像2004年的時候 那一年我們是加到62個屋苑 同年我們就加了一個分區指數 現在四大分區 香港、港島、九龍、新加東西 還有一個就是大型的屋苑指數 那個就是扣除了一些豪宅屋苑 就是大型屋苑 就是我們叫Mars Estee的指數 然後到了2014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加到118個屋苑 當年也很流行說納米樓那些年代 我們就加多一個叫做大型單位 和中小型單位屋苑的指數 那個就參考猜響股價署裡 它也有一個class的 例如ABC就叫中小型 DE就是大型單位 我們又多一多這兩個叫衍生指數 其實那個鋪都是那一堆的成功路軟 不過就在裡面再不同的grouping 去做一些衍生指數 而去年12月我們就再加多到138個屋苑 就是屋苑和新的指數的過程 我再介紹一下我們的指數 因為其實當然很多人都會知道 我們其實等於地產界的衍生指數 這樣的代表性 所以屋苑裡面其實我們選擇 其實就是一些叫指標屋苑 很多人可能坊間都很多 為何你不是所有屋苑 你不夠多 其實那個量其實都很指標性 因為差不多都佔市場三成的成交量 和那個總存量單位的三成以上 其實就是找一些是最代表的 譬如每個區 我們會找一些是代表性多的屋苑 因為這是一個全港的指數 每個區都會找一些代表性 純粹說總之你多 譬如我將軍澳很多成交量 那我是否全部加上將軍澳的屋苑 變成你就會側重到將軍澳這個地區 所以我們每個區都平均地看回整個整體香港的比例去選擇屋苑 所以這個就是一點點背景 讓大家都知道選取屋苑的標準是什麼 還有還有多一個 可能都說說市場很多時候的人 我看到都不同 我上youtube都看了很多 就是說我們指數 就說我們地產代理 你當然是你做數 經常都有這樣的質疑 我都跟大家說 就是譬如私生 或者我們全公司所有中原的同事 其實從來都沒有去干涉我們怎樣計算 還有就是我們怎樣選取我們的素材 或者我們每個計算都是一個基準去計算的 就沒有什麼涉及人為 如果你想想每個星期我都要去人為去調節 我都很頭痛 所以大家是 還有在事實上證明 就是你不相信我們那個 政府那個你相信 結果我們其實跟政府計算出來 好像去年 政府是跌15% 其實我們計算出來都是跌15% 所以是很難去做數去做到這個可能性 這個就是我可以介紹給大家 如果是看樓價 真的看中原的指數是領先 以及真的夠代表性的 有一個最大的分別 是我們一個星期就出一次 政府就一個月出一次 而且差不多去到新月的月尾 才可以報導上個月的指數 所以我們是領先政府出的 你領先又和政府的指數是大家吻合 就不是說我跟著他抄他 我們自己統計 我們是當時和城市大學一班教授 研究了一套科學的統計方式 才可以一直持續 都不會偏離大市的方向 對於一些想買樓 或者買樓的人士來說 CCL對他們有什麼實際作用 買樓很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市場的情況 你掌握到市場的情況 你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我記得我們當時有個口號 叫做公開資訊公平交易 你要有公平交易的基礎 就是公開資訊 樓市的資訊是有些很原始的資訊 你成交的價格是具體的 各個單位不同 我們網上會提供 但成交的價格會受到 那個單位本身的質素 例如流程、坐向、影響 所以有時前後兩個交易 可能有一定的差價 如果不是同一個單位 就未必代表市場真正改變的幅度 所以我們就要透過統計 將那些非市場變化的因素 是因為樓宇質素的因素影響 排除出去 讓客人知道整個市場整體情況 又知道那類別留意的情況 或者那個區的情況 他掌握得多 他便容易作出好的決定 起碼不是蒙在鼓裡的決定 所以有了我相信這些指數之後 市場參與者都覺得透明度大大提高 如果這個指數對投資者、對用家沒有差考價值 傳媒都不會每個星期報 有人覺得有用、有人留意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 不過這個也是我們的指數 經過了十幾年 現在二十幾年 最初那十年是直直無聲 但我們都堅持做下去 才有今天的成績 其實CCL至年初開始回升 到最近連續四個禮拜 就在168點左右徘徊 兩位在接下來的樓價 還有沒有什麼突破位 還有什麼時候會有上升的空間 林老雲先說吧 我便保守一點 當然坊間好像每個人都說 第二季應該 我聽到很多人再升3% 升得沒那麼多 但都覺得是升 我便會保守一點 我覺得是平穩 取得太多些 因為普消息在第一季其實都出了不少 其實和今年肯定是大家都注視一手 推盤的壓力 他們有很海量的量 因為去年成交只有一萬鐘 其實比起一般來說 起碼都去到差不多兩萬 那個水平少了很多 即去年疫情 所以它積累了一定的貨美 加上這一兩年其實供應都上升 所以他們現在看到發展商 都是用一些貼近市價 甚至乎有些再低一點的市價去推盤 所以公敬量多的時候 二手一定會被搶了一些客員 但我們看到 當然我最近都有 其實每個禮拜我們做事之後 都拿成交都會去問我們的售貨員 即順便了解客市況 他們都說現在很淡爭詞當中 買方買方 就是業主不肯減 買家又不是很肯上 所以我會看到如果能夠成 如果二手 似乎都是多一些 你要肯減那些才能成得到 即在二手上 成得到的入到離子數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些壓力會調了一些 我不是說它是大跌 不過在現在的增持狀態之後 可能第二季會稍微有少許回調 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會初步是這樣看 因為我們有經紀人指數 還有股價指數 這幾個禮拜開始都是轉弱了 即是前線經紀 他們之前比較看好些 現在開始去到 我們要成衰分界接近 開始有這個位置 即未跌到會跌那個位置 不過開始沒有那麼正面 開始保守一些 所以可能會有少許壓力 但就不是說它大跌的趨勢 即未去到這個情況 看看施生有什麼看法 我其實都不是盲目樂觀的人 我記得前兩次來 我都認為疫情後的反彈 是一個消耗性的 即是以前的積累 即是疫情期間 社交活動受到限制 看樓都沒得看 有些人就沒有買樓 這些積累下來的購買力 當你那個防疫措施變了 又通關了 那它就解放了 在1、2、3月就消耗了 即是交頭增加 價錢也上升 即是我印象中 最初三個月都升了7% 剛剛是去年15%的跌幅 一半有了一個反彈 當你之前的積累購買力消耗 現在香港經濟 如果從零售業、旅遊業的角度 反彈得都很強烈 即是你去到商場 都多了很多人買東西 又多了遊客 但香港經濟不止得兩半 還有金融業、專業服務、進出口、物流 如果其他不跟上來 經濟的增長未必很多 變成人均收入不是增長很多 它就會後敬不計 現在彈完之後 我相信整體經濟都很轉緊 譬如進出口都有改善 我都說有一次金鵬出海 我看到貨櫃船一架至一架 裝滿了 航運都開始活躍了 但是去不去到以前的高度 現在仍有待觀察 譬如金融業 我相信仍是受壓的 新上市的公司沒有以前那麼多 股票又不算升得很多 另外 專業服務 可能也因為人才流失都會受影響 所以以後好不好 還有待經濟增長、人均收入去支持 所以第一輪的反彈完之後 第二季我認為是進入好彈增持的時候 之前反彈 即波跌下來 第一次反彈就彈高一些 第二次反彈又反彈小一些 剛才我說跌了10% 升回7% 剛剛彈了一半左右 一半來到 去到力度又沒理由下回去 有少少回落我覺得是正常的 之前反彈升高價錢 買家就開始有抗拒 如果收入增加 公司派花紅 升就升 現在未曾完全出現 所以我認為這個價錢來到這個水平 作少少調整就可以了 只要不要調整得更低 去年的低位 拆穿了去年的低位 可能下降多些 現在彈高了回落少少 我認為是正常的 之後怎樣呢 就要看經濟如何 另一個就是 我認為我們的CCL是二手市場為主 這段時間二手市場是受到一定的壓力 因為發展商去年積了很多盤 好像有些數字顯示 那些盤是 貨尾是略為消化了一些 但仍然有很多來 很多來港 很多來港 他就為了賣得出 就要在價錢那裡定得相宜一些 所以最近推的新盤 多多少少都減了一些價 這樣的情況 對二手市場造成一些壓力 所以我基本上同意Rowan的看法 就是第二季可能有一些調整 只要調整不要過度 以及經濟又好 我自己看利息基本上見頂 接下來再加息的機會少了 這個對樓市供樓的壓力 對回報的期望 沒有去到以前加息那麼高 對樓市都是有利的 另一個就是 中國經濟估計有5%的增幅 現在看到第一季都有4.5% 都是一些有利的因素 就是國際貨幣基金會 世界銀行都預期 中國經濟的恢復增長 可以大旺整個世界 香港應該是得益最多的一個地區 所以下半年 經濟向好 經過第二季的調整 第三季上去的機會是很大的 今天多謝兩位的分享 我們下次樓市之見再見